哈囉歡迎大家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那今天剛改版了 我現在要來拍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跟大家講一下有什麼新的東西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次的改版有新增了一些時裝 SHARP的最後一頁呢 新增了時裝 然後這些時裝呢 他點下去他這邊都會說 他有增加哪些屬性 像里昂的話 他穿這個裝備以後就是 增加70攻擊力跟200防禦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現在只出了 123456 6隻 里昂、索爾、小光 然後久妹、阿肯跟貓補 那我個人認為是索爾跟貓補 改的最多也改的最好看 所以我只買了這兩個 那 實不實用呢 我覺得 有些還蠻實用 像索爾 索爾他加防加HP 其實還蠻實用的 然後又長得蠻帥 所以我就真的買了 小光的算是蠻強 他攻擊力增加100 然後暴擊 暴擊機率增加7% 0.07就是7% 那 本來呢 小光跟那個 九妹 兔女狼 這一隻的 實裝呢 有bug 那剛剛一小時前才維修 然後把它改掉 本來九妹 穿了實裝之後呢 攻擊力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他 暴擊傷害本來是應該加30% 他變成加3000% 那獅竊王一下就被打死 那 我是 之前就在群組跟大家呼籲說 不要 為了這個bug去買這個實裝 我本來也有點衝動想買 後來我也沒買 我後來就沒買 很多人都買下去了 然後馬上就改掉了 呵呵呵 感覺就是行銷手段 你故意做一個bug 讓你想去買它變得超強 然後後來再改 改回來這樣子 已經改回來了說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歡這個樣子的話 或者覺得他屬性加得不夠好的話 就不用去買他 那陸續後來還會再出更多其他的實裝啦 至少他不是用抽的 至少他不是隨機的 就是你想要誰的實裝就是買誰的實裝 這還不錯 還OK 可以接受 那新英雄出了三隻 就是剛剛畫面上那三隻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分享 這一隻新英雄呢 他是單銷的角色 OK 這隻角色呢 中文叫做 森林魔女 亞麗塔嗎 呵呵 我現在是打開那個中國的網站 亞麗塔 亞麗塔 那這隻角色他的方塊說明是這樣 如果他消板之後呢 有幾秒鐘 單銷跟雙銷是兩秒鐘 身上會有一個狀態 然後三銷是四秒鐘 所以一般單銷就可以了 單銷身上會有兩秒鐘的狀態 然後在敵人攻擊我們的時候呢 如果敵人沒有靠 呃 亞麗塔很近的話 亞麗塔就會放出一個 金擊 把人家往上打 然後金擊是造成75%攻擊 呃 亞麗塔的攻擊力 呃 每0.5秒鐘出現一次 所以這出現頻率還蠻高的 單銷的話 兩秒鐘至少能出現四次 因為通常 呃 反正他是劍士嘛 他一定站最前面 只要敵人不靠他太近的話 金擊就是會一直出 那 搭配的角色 我建議大家配一些能擊退的角色 例如小光阿 蛇叔阿 偵探阿之類的 那我還沒有這隻角色 我不太確定他的攻擊段數高不高 如果攻擊段數高的話 配偵探是非常的強 那我等一下會抽角色 還有抽專武給大家看 因為我不太確定我會抽到誰啊 我有打算錄節目的時候我再去抽 所以這隻方塊看起來是蠻厲害的 只要配一些擊退的角色 就可以讓敵人不靠近那個雅力塔 然後他金擊就可以一直出 再來是弓箭手吧 弓箭手這隻呢 扇子 他單銷的時候 呃 隊友三銷之後 然後 李 單銷 這是扇子女叫做李 李單銷的時候呢 他會丟一個扇子 造成500%的傷害 然後 敵人 防衛力會下降30% 5秒鐘 呃 500% 以現在有 這麼多專武來講 其實不算高 但是聽說他的攻擊段數是12下 所以500%是分成12下 這個有優點也有缺點 缺點就是沒有爆發力 但是優點的話就是他如果搭配那個 像賣賣妹啊 或者是配偵探之類的 偵探是敵人每被攻擊一下就會增加100%傷害嘛 所以如果這個扇子是打12下的話 那就會直接造成敵人 呃1200%偵探的傷害 所以這如果跟偵探搭是非常非常的猛 所以我這隻建議搭配隊伍呢 就是配個九尾再配個偵探 這樣應該會非常的強 那是不是打12下呢 我是看網路上講的啦 我不太確定我還沒抽到這隻角色 如果有抽到的話 我可以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再來第三隻新的角色呢 這三隻角色都是之前玩家自己畫圖設計的 那現在是真正被做出來 還不錯 這隻聽說也蠻厲害 這隻角色叫做 蘇琴的貝斯派 這隻單消就可以了 他單消之後 在我方全你身上會出現一個狀態 會一個有水的珠子的罩子罩住 然後敵方消板跟我方消板的話 都會增加一個水滴 那集滿三個水滴之後會發射攻擊 那攻擊是造成 這隻法師的250%魔法傷害 他有寫狀態是多久嗎 5秒內了 有寫5秒 所以5秒還蠻久的耶 在5秒內只要 我方或敵方消5個板就會 3個板 消3個板就會造成一次的傷害 所以5秒鐘之內 因為大家一定都是消很多板 至少我們岩碼消6個板以上 所以一定會造成2次的傷害 這隻PVC比較強 因為PVC敵人才會消板 那如果是推圖的話 怪物根本不會消板 推圖的話感覺會比較弱一些 那PVC感覺是非常非常的強 因為雙方消板都算進去的話是很厲害的 好啦 還有一些新的專武 新的專武我也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新的專武出了6個 就是6隻新的傳說角色的6個專武 品克是當你反擊的時候呢 會放出一個護盾 護盾吸收的傷害等於200%的防禦力 然後增加暴擊機率20% 然後多了一個攻擊是造成你100%的傷害 所以無不小補囉 因為主要是那個暴擊增加20% 然後還有吸收傷害讓他變得更坦 最後一個多了一個100%攻擊力的攻擊傷害 100%因為他本身通常玩這隻角色他一定是洗防禦力嘛 因為他的反擊傷害都是看防禦力 但是他最後一個是增加他本身攻擊力的100%傷害 他本身攻擊力100%就沒有很高了 所以最後一個屬性並不是非常的實用 但是前面無不小補那個20%的暴擊機率還算不錯 再來就是羅蘭的啦 羅蘭寫當你使用一個方塊的時候 被動的觸發 所有的敵人 閃避率降低25秒鐘 然後造成200%的 羅蘭本身魔法防禦力的200%傷害 所以就是在他暈眩敵人的時候啦 會讓所有的敵人呢 除了暈眩之外還會降低20%的閃避率 然後再造成20%羅蘭本身模仿的傷害 不是20% 200%羅蘭本身模仿的傷害 講到口吃 再來這一隻呢聽說是非常厲害 燃燒的傷害加倍 所以這隻本身會讓敵人燃燒的傷害會變成Double 再來就是火焰劍呢 忽略敵人的30%魔防 變身成惡魔5秒鐘 攻擊力加50% 防禦力跟魔防減20% 然後不會被震暈 所有的消板都變成他的 強大被動 應該意思就是說 所有消板都會讓他後面那隻 就是多射一次吧 還蠻厲害的啦 不過他 減那個 防禦力是幹嘛 戴我皮爾一定要有一些附屬性嗎 看清楚是減自己的 減自己的防禦力是不是 攻擊力加50%嘛 防禦力跟魔防減20% 所以是減自己的 沒錯啦 然後無視暈眩 所有的消板都變成火焰劍 我不太確定flame arrow是什麼意思 他火焰劍的意思是什麼 他本身的方塊 不叫火焰劍 所以火焰劍應該是後面那一下吧 真點 對 沒錯 就是敵人本來要 被燃燒 可能要消個兩三次才會出現的 背後靈火焰劍呢 現在變成每次消板都會出現 所以 改的還蠻多的 只是有專武他會變得非常的強 還不錯的感覺 不知道我會不會抽到 再來就是這一隻囉 看一下專武 新的槍竹 不太喜歡他這個造型 有點太太粗了 那個槍太粗就覺得不是很強 個人偏好Sniper類型 攻擊力增加100% 如果 本身的SP少於50 然後爆 爆4次之後呢 會發射一個 強力的攻擊力700% 的傷害 然後 敵人的SP會被移除 什麼意思啊 難道出了那個 強力700%傷害之後呢 敵人所有SP歸零嗎 這樣好像蠻猛的 4個爆 4個爆炸之後才會出 他的4個爆炸是怎樣 是要消4次版嗎 我不太確定 他4個爆炸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要消4次版吧 才會出那個強力傷害 所以我不建議拿這隻來PVC 如果PVC的話 大家通常都是拚快速的 如果你剛開始拖太久的話 電腦很容易把你幹掉 所以要消4個版之後呢 才會有 強力傷害 那一點在PVC不太好用 推圖或許不錯 那另外呢 他的攻擊力增加100% 如果他的SP沒有超過50的話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學任何招式 這隻如果你不學任何招式的話 那你的SP就是永遠都是0嘛 雖然你少了一個大招 可是 我覺得他專武的招式 永久 讓你的攻擊力增加100%反而更好 所以如果有練這隻角色 像我的話 我已經給他學招了有點來不及 所以可能要練第二隻 我已經給他學了一個SP招 但是這個 一學的 你只要學任何一招 你就沒辦法把它刪掉 所以如果還有的話 我好像沒有第二隻 看好 所以我還要再去打一隻 然後之後再把這隻送走 誰知道他會出這種專武 這麼奇怪的專武 所以如果你沒有學任何招式 你的攻擊力永遠是200% 就是你本身的多一倍這樣子 還不錯 但是PVC不適用 然後 幹嘛要點到這裡來 卡納的專武 卡納專武聽說還不錯 卡納的 樂團出現5秒鐘 增加所有的團隊攻擊力50% 然後卡納的普通攻擊變成雷射 造成100%卡納的攻擊傷害 他本來是 隊友消板會出光速 當出光速的時候會變成 他會多一個樂隊出來 樂隊會造 會讓所有的隊員增加50%攻擊 這一點還不錯 所有的隊員 所以是一個buff 然後 卡納的普通攻擊會有 變成一個打100%攻擊力的光速 所以他如果玩攻速的話 或許也不錯玩 如果玩攻速效應大嗎 還是攻擊%跟爆傷效益比較大呢 這個我不太確定 可能要有 真正拿到專武我才能知道 哪個效應比較好 等一下我會去訓練場玩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就是這一隻啦 新的補足 現在只要單消 有了專武之後 單消敵人 所有的敵人都會被 詛咒 之前是單消只會詛咒一個人 現在是所有的敵人都會被詛咒 然後被詛咒的敵人呢 SP會降低3 每被攻擊一次就降低3 然後大家都知道他會召喚出一個手 會有召喚出手來攻擊敵人 當敵人被手攻擊的時候呢 敵人的攻擊速度會降低50% 還不錯 然後 命中率降低20%3秒鐘 這樣聽起來是還不錯 好啦 我來訓練場玩給大家看一下按錯啦 呃 品課我沒有辦法給大家看 因為品課他是要靠反擊才能出狀態 那 訓練場木頭人不會打你 所以品課我就略過囉 羅蘭也是 羅蘭也是要靠反擊 羅蘭也不能給大家看 有點可惜 我給大家看卡納好了 OK 這三隻給大家看一下 誰當隊長 看一下我主要是要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動畫啦 我自己還沒看過還蠻期待的 OK 削一次版 削兩次版 削三次版 我要看他削幾次他會出大招 削四次版 還是沒出 真的假的 什麼大家都出了你還沒出 喔他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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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削了五個版欸 呃第一個版是三削啦 所以削了五次版 他才那個 新的槍組才出他的大招欸 因為大招一點都不炫 看其他兩隻還比他炫好多 好啦接下來我們來專心看卡納 OK出現了 欸不對我發現剛剛那個光束是卡納的耶 那槍組的咧 槍組的大招呢 喔出了出了 這個才是 哇 所以是削了六七個版欸 削六七個版才出那 真的PVC不建議大家使用 所以剛剛的光束是卡納的 我看錯了 卡納的光束不是很痛 所以還好 不過他會那個 增加全隊的50%傷害 這個點還不錯啦 這個點還不錯啦 獨不小補囉 呵呵 而且還蠻明顯的這個特效 好接下來就看變身啦 變身還蠻帥的 OK接下來變身之後的所有攻擊都會變成 那個火焰劍 那個火焰劍 在背後射那個火焰劍 效果還不錯 OK OK 好看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卡納跟 公星的那個黑妹啊 兩隻的專武還不錯 特效還不錯啦 那實不實用呢 我覺得總比你穿六星普通裝備強 我們來看一下補足的好了 看一下有什麼變化 這武器長得真的有夠怪 哇靠 等一下 那個拳頭有點猛 瞬間的耶 這樣強很多耶 大家記得以前是出一個手 然後慢慢這樣抓嗎 現在變成說手直接出來 直接往上打 是非常的快速的 那跟以前 跟以前比起來算是 快很多 這樣蠻實用的喔 是誰一直爆一萬滴啊 那個一萬是哪來的 我還蠻好奇那一萬是誰打出來的 誰啊 是卡納嗎 那個拳頭暴擊是六千啊 一萬 我不太確認那一萬到底是誰放的 欸這樣攻擊還蠻高的喔 我覺得卡納的50%增加全隊的攻擊還蠻厲害的耶 算蠻強的 木頭人要掛了 因為木頭人被詛咒不能補血 木頭人要掛了 我們來把木頭人打爆吧 被他補到血了 我卡牌被他補到血了 好算了 還不錯耶 新的補足的 專武還不錯 好啦我現在要來抽角 希望我可以抽到一些強力的角色 另外還有一些 本來角色新的平衡 我先來講一下新的平衡好了 有兩隻要跟大家分享 主要改最多的兩隻 一隻是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本來 降低敵人的攻擊 趴數然後 還有降低敵人的攻擊 暴擊機率吧好像 現在改了 現在改成是說 降低敵人 降低敵人 我看一下喔等一下 Attack enemies attack power and receive decrease by OK 降低敵人的攻擊力跟 魔防 然後降低的50%呢 是 照阿基里斯的攻擊力來算 假裝阿基里斯 像現在攻擊力380 所以他就是50% 384的50% 直接降低敵人的攻擊力 然後跟魔防 所以這樣就沒有跟火服卡到 火服是直接降敵人的 傷害的75%嘛 那假裝敵人的傷害是1000 火服會直接把敵人降到250 那阿基里斯呢 不一樣阿基里斯是降 他的攻擊力 的一半 所以假如阿基里斯的攻擊力是500 然後敵人就直接降250 所以敵人的攻擊力就會變成750% 750 然後再 有火服的 符咒的話呢 就會再額外降低75% 所以這樣子算下來就不會跟火服有衝突到 以前的話是會衝突的 以前只要有火服阿基里斯的 減低敵人攻擊%就完全沒有用 因為最高只減75% 那這樣算的話就會分開算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點沒有變 就是火方三消的話 他單消就變三消 這一點沒變 然後我記得他的專武也有改 他的專武跟以前也不一樣 敵人的降低防禦變 降得更多 他沒有寫多少 Armorning increase by the same amount 敵人降多少防禦力 阿基里斯就增加多少防禦 所以他會變成更坦一點 就是差在這裡 再來就是 還有誰改最多 那個正成功 正成功大家本來知道是說他單消跟 單消的時候 有機率會出 好像是30%機率會出一條水龍 然後二消我忘記幾% 應該是50%吧 然後三消的時候是100%機率出水龍 那現在改成說不管你幾消 所以現在就變成大家一定都是單消 因為不管幾消效果是一樣的 單消二消三消都是會在我方全體身上呢 造一個水灶 然後所有的 我方全體 閃避率增加20% 持續時間4秒鐘 當我方全體閃避 超過5次 超過5次的時候 敵人下面就會出一條水龍 水龍會造成 正成功本身 HP35%的魔法傷害 所以以前看他攻擊力 350%的攻擊力的水龍 現在變成正成功本身 HP35%的傷害 他HP本身高嗎 我看一下 最高是1萬 1萬2 1萬2 目前他還沒有出專武 所以他的武器洗 不會洗到D啦 你要拿五星的劍有 有防禦力的 有防禦屬性 然後洗個血 會比較強 那就只能等他專武出了 等他專武出的話 你就可以拿一個AD的 這樣會加全隊閃避 然後 水龍出的話打也蠻痛的 會比以前的傷害 因為他本身傷害很低 會比以前傷害還高 如果是以血量來算的話 好 就插在這 那我現在來抽角色啦 來吧 希望會抽到新角色 或者一些 我沒有的角色 或者偵探也可以啊 偵探我不嫌少 偵探來吧 第一個就有白色的 OK 當作是拿麵包了 我覺得我運氣很差 第五個白馬車 第六個 來吧 新角色 Maxi 好 六星麵包還不錯啦 Maxi 喔 來了 阿火福啊 我有好多隻啦 我錢送好多隻啦 貝蒂蒂斯我也好多隻 貝蒂蒂斯我也錢送好多隻 請問可以不要給我重複的啦 偵探啊 赫克特啊 所有的新角色啊 還有那個 該影 大家 大家會不會很驚訝 我到現在連該影都還沒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對該影沒 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喔 喔喔 喔喔喔 來吧 偵探或是是蕭強或是扇子女都可以 都無法 偵探 狼劍 最後一隻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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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韻 哇 哇 哇 神韻 喔 爽 現在剩蕭強沒有了嗎 好啦 我再抽一次啦 再最後抽一次就好了 接下來我就要洗裝 喔 第一個就白馬車 好兆頭啊 這是誰啊 好險 這是那個白鵑腳 喔 第二個白馬車 超級好兆頭 雅典娜 欸 兩隻白鵑腳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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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削牆吧 我就插削牆了 我忘記他本名了 但是我就叫他削牆 就是你了 削牆 欸 我抽到兩隻心法欸 呵呵 兩隻心法那個狀態應該沒有辦法重疊吧 以後我可以試試看啦 兩隻心法 沒有削牆 恩 我覺得這次活動有感喔 你看我才抽三十連抽嘛 就出了三隻新角色 雖然有一隻重複的啦 不還不錯啊 跟以往那個賣賣妹啊 什麼 偵探出的時候啊 我花了幾百鑽 偵探 賣賣妹跟偵探我各花了至少一千鑽吧 現在才各一隻喔 因為機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那還是有活動的時候抽的喔 現在有點 驚訝 對我這麼好 好 貝TT4 掰掰 貝TT4 我很多了 好 這隻 白鑽我也送回去 班傑銘先留一隻好了 呃 美喜 掰掰 忍者 掰掰 雅典娜 掰掰 狼劍 掰掰 這很成功好像不需要這麼多隻喔 先留著了 我重複的角色 如果是金券角的話 我都會留三隻 那超過三隻 因為凡你組隊一隊也最多只有三隻嘛 所以你頂多就是用三隻 呃 超過三隻我就 金券角我也是請回去 那白券角的話 我可能就留一兩隻六星就好了 反正你隨時要練都有 呃 OK 先這樣子 運氣不錯喔 好了 我下一個視頻 大概可能過一兩天馬上就可以上傳一個視頻 就是練那個 新的法師跟新的扇子女給大家看 還不錯 雖然聽說那個蕭強是非常非常強 但是我還沒抽到 沒關係啦 算了 接下來我要來抽專武啦 希望有卡納的專武 或者是耐克倫的專武也可以 因為我耐克倫有三隻嘛 像大家講 剛剛跟大家講我都會留三隻 來吧 耐克倫或卡納都可以 看是不是真的神韻 今天是不是神韻呢 這是什麼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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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神韻啊 What the fuck Oh my god 我要在標題上打 金手指引子 喔天啊 馬上來一個卡納 今天是怎樣 今天幾號我要紀念這個日子 1月22號 發生什麼事 難道他看我感情不是很順 所以看我可憐嗎 而且還雙A耶 WTF 不用洗 Oh shit 我 我有點爽到 好啦 接下來抽弓好了 抽一個就完美解決 而且還不用洗 呃 來吧 抽個弓 呃 精靈弓或者是新公主的都ok 我都要 這誰啊 那個 春香囉 春香我是有一把了 不過我好像是AF 如果是AA的話就還不錯 AF一樣 再抽一把 給吧 金手指 發生什麼事 不要我說金手指 你就給我一隻黃金弓 好不好 AA嗎 AA就還不錯 看一下這邊AA A0 Oh shit 呃 SAVAGE 直接拆掉 DF 沒有穿根本沒有用 我也懶得洗 AF都比你好 放下去了 出來 好啦 我來抽劍跟 斧頭看看 每一種各抽一點點 每一種各抽一點點 品客或者是貞德的我都要 品客或貞德吧 其他的我好像沒什麼需要的 貞德的專我之前 在可以洗的那個版本出現之前 我就把它拆掉 因為那時候我以為不能洗 啊 Black Tiger 這是 罕見的 沒錯 再來一把 品客的吧 雖然不一定使用 但是 反正我有收集癖 這是建築的 OK 我都有了 不要 我來抽那個補師的好了 還可以再抽最後一個 來抽補師的 看 補師我還缺蠻多 我缺彩衣的 缺 達拉的 然後缺 新補的吧 三個 機率蠻高的囉 三個 隨便一個都可以啦 機率已經很高了 Holy shit 金手指失效 人品用完了 給我那個 FF 可以洗雙散臂 不過我已經有了 不需要 好吧 先留著 嗯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呢 其實還蠻想繼續抽的耶 我再抽一個時間抽 我看會不會抽到消強 我還蠻想要消強的 最後一個時間 我留400鑽 400鑽留著 喔來了 欸我這個帳號真的跟貝提利斯超有緣 很多人抽不到貝提利斯 可是我 他就一直來啊 我可能抽到10次貝提利斯過了吧 天哪 然後一直錢送走 又是你 唉唷 金馬車還蠻多的 哇 貴箱 喔 又來個金馬車 哇 我這個10連抽來了5個金馬車耶 呃 韓法 韓法我也好多隻 最後一個啦 沒抽到我也不再抽了 來吧 這遊戲很獨心我知道 所以我在這邊 鄭重的宣布 我不想要消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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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是不想要消強嗎 欸 這招有效喔 這招有效 大家 學著點 哇 三隻新角色我都抽到了 讚喔 花了40 40抽嘛 就是200鑽 200鑽 是三隻都抽到 哇 神韻哪 OK 馬上就可以看 拍視頻 我馬上把它練到六星 好啦 那影子 欸 對了還有一個 還有一件事 改版說有 新的古代地牢 我怎麼都找不到啊 是還沒開嗎 還是只有週末會開 你看現在只有麵包關啦 新的古代地牢 我怎麼沒有看到 是我 我 我遊戲要刪掉再重新下載嗎 還是怎樣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更新文章上面都有寫說有新的地牢 可是我都沒有 好啦 那大家就期待我的下一個改版吧 還有我很久沒有更新我的影子食堂了 那我昨天有拍了 怎麼做那個香蕉蛋糕 那我剪接完之後我也會放上 我的YouTube 我的YouTube頻道是 Shadowgainzone 那你 你們既然看到我的影片應該就知道我YouTube頻道吧 你點我下面的名字就可以 連接到我的首頁 然後可以按訂閱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就幫我按一個讚 幫我的影片按一個讚 我會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影子在這邊跟大家說拜拜啦 金手指影子耶 大家Stay Kimochi 拜拜